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 咱这是孟刚 孟刚代表的是性相 咋咋好 嗯 严谨整台 能不能不要老吃我的眼睛 你好 请出师整件 没有 没有整件不能紧 你会说普通话吗 说普通话俺也终 你让不让紧 不让紧 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按队长所来的 没有整件就是不能紧 你挺好好的 我是你们老板亲戚 这是能紧的 哦 可以紧 可以紧 对不起 你说你是老板亲戚 你可以给老板打电话 没有整就是不能紧 你个小小保安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就是你们队长来了 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这是我的原则 请你理解 蹬着就蹬着 反正我又不会走 真是一根筋 完了 没有整件不能紧 不是你们老板亲戚 这会儿能紧了吧 你说你是老板亲戚 你可以给老板打电话 没有整就是不能紧 蹬着就蹬着 完了 我给你 曾总好 叫叫真的不能公司的保安 懂不懂我给你 你跟保安调什么劲 那不就是一个保安吗 看给你 你好 不是我厉害 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这轮到你说话吗 谁给的权利啊 我给的 原来他做的没错 这本来就是责任 谁 叫叫你 陈总我 陈总我 干谁啊 你做的没错 公司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才变得更安全 我们才更放心 后面 是谢谢陈总 有你吧 哈哈哈哈 妈妈 你看这位褥褥长得好好笑啊 别瞎说啊 不好意思啊 我家孩子小 不会说话对不起大哥 啥大哥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妈妈你看你说的话 哥把这位旁边的大爷给勾销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 小傻大爷 就叫哥哥 他跟哥哥道歉 哥哥你长得好帅啊 小胖胖脏的也漂亮 咱俩肯定要出息啊 哈哈哈哈 我让你道歉 那你说谎了吗 那你说谎了吗 啊 他无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 我是你们项目目建议的客户 不是他合作的 远合啦 远合你打电话让他下来解你 哎 要不是那谁吗嗯 什么 又来 又来抢我的业务啊 什么呀 有能力 你良心过来去啊 谁让你们的错方啊 不是我的错方好了 你什么意思 早上是有人 哎我还不怕你说 哎哎哎哎 两位可人两位可人 这一会好好说啊 一会好好说 那有什么事 没什么 哈哈哈哈 你说四个四个的让给你 哎 两位可人哎 那现在在孟岗孟岗首屋里 这人反胃 那在这大家五属 这人 再说咱喝一瘤 喝一瘤 一瘤 没什么啊 不可能散不 不可能散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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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哈哈哈哈 呀呀两位大哥 有话好好说 还有什么这点小事不至于啊 来 嘿 自信 嘿 自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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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样还吃不着理了 嘿嘿 "; 膿啊 哈哈哈哈 江湖的恩怨怨 哈 ạnh手不敢走哎 你以为我吐 你爬上 嗯 你捏住 保 报告 连刀其实我想跟你说 你一点都不长样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不生气 你说你不生气 但是你说话来说你要压吗 嗯我肚子疼 肚子疼每个月都会那么近 你说什么 不是领导 我是说我们查证件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长事 哈哈哈哈 我知道我长事 我现在都去手指动议 都认 但是周知强我想给领导说个事 我没有来点之前 我是在工地做报案 我有一个打档叫劳力 有一天晚上我们连个职业班 有几个人到工地去投钢银 在我们指负他们的过程当中 他们反抗的时候 把劳力的推给打散了 到现在还在轮椅上坐着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说不关做任何职业 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职业 所以说咱只是一命报案 咱是倒过来 他就是喊包 我说了 我现在都去手指动议 走人 站住 我让你走人 行了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 最近公司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来这儿就是解决问题的 你明天再来一趟我办公室 多提提公司有哪些问题 是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是的 叫咱们去干 干嘛呀 他说让咱去翻译公司的问题 啊 是是不是昨天你 哪一笑的那个人啊 对 他昨天叫你去办公室 没有 处理你吗 没有他说我做了对 那完了 他说我 我在人情思过这方面 是不是比例动 嗯 这领导王王王是表面一头背后一套啊 这是 这是要变相的 开出道吗 啊 可能 等等 你放了 我是咋从财务时 下来的 我给你不一样 这 你不用忘了咱们的兴奋 他是个保安 哎呀你怎么那么狂动呢 嗯 我不许矿动啊 那领导让咱去翻译公司的问题 咱就去翻译问题 那翻译问题是啥你知道不 就是翻译公司不好的情况 这公司不好 咱翻译出来公司不好 公司咱们得好啊 说公司不好就说明咱们事实 咱压活给你说不行了 领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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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领导让咱坐 你不是颜色没有啊 没事坐吧别拘束 我 坐 我是公司总部刚调过来的 想了解一些公司的情况 嗯 但是我这一天问了几个人 都没人敢跟我说真话 对 我觉得你为人正直 而且作为公司的门岗 出现什么问题也都是第一个上的 所以我觉得公司哪里出现问题 你们应该更清楚 说试看吧 嗯好 啊啊 领导好 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嘿 不是领导让咱来赶上 那就是让咱来说实话 你咋不敢说呢 哈哈哈哈哈哈 呆飞 那你说说吧 好 领导 那你让我说 我都实话实说 我觉得就从这个整件来说 有很多领导还是很配合我们的 但是就个别的领导 他们就是无意不佩戴整件 然后还刁难我们 我们也受了不少委屈 我希望领导能骑到歹头作用 怎样公司才能越来越好 还有吗 有 前几天我去停车场去砍东华 我发现很多客户 他们的车停的都很鬼犯 但是我们公司个别领导 他们一个车占两个车尾 说话说 开车砍几数 停车砍人拼 我觉得这一点小细节 如果客户来到我们公司 看到这一点 对公司影响很不好 很好 还有吗 有 能不能给我们加点工资 好 行了 我知道了 下去吧